接下来为大家说明的是权限设定的功能操作 首先选择一个文件夹 点选编辑词文件夹 点选管理权限 就会看到整个管理权限的画面 或要增加成员点选加入 这位看见可依照名称、角色、组织来查询想要加入的成员 选择完成后点选确认即可将成员加入 在管理权限中可以设定文件夹与文件的权限 对文件夹新增文件时文件会继承文件夹的权限管理 对文件本身可设定浏览、修改、删除、建立纸文件夹管理权限 对文件本身可设定阅读、修改、删除、新增的管理权限 针对同一份文件的附件档案可设定只能线上检视或可下载副档 新增文件时文件会继承文件夹的设定权限 因此可不用每次新增文件时都重新设定文件权限 若未来组织或专案有文件夹的异动需求 可直接从上层文件夹设定好再直接往下套用 此外如果专案的暂时需求可制定权限的使用区间 接下来请看实际示范操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